洛伊有困難的感覺嗎? 我覺得我的手不是我的手 歡迎收看東橋Vlog 我是鮑勃 我是蕃薇 你是... 我們今天怎麼在... 我們今天怎麼在這麼狹窄的組成 中間這樣子 為什麼大家就是擠在這個小小區 你要不要踩一下啊 我是不以待 在這個藍山的休息站 看看美麗的櫻花樹跟漂亮的山 大家休息半個小時之後 接下來要繼續出發 大概還要再一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到目的地囉 我們挑了什麼餐廳 居酒屋 對 海山廳 這邊點餐也是用很... 先進的就是這個平板電腦 就是你這邊有那個... 食物的... 號碼 就輸入這樣 刀子都可以用點的 老眼鏡也可以點耶 老發眼鏡 雖然餐點不是很貴 但是它那個庭園 你看 庭園造景非常的有趣 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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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喔 好吃 900多 因為那間餐廳分量很大 蛤 成這樣子 蛤 你不要划算 划算了 我們又回到車上啊 這是一個轉場的效果 我們今天要去的是後方的這個富岡製絲廠 它是世界文化遺產喔 我們想問問看說為什麼這個製絲廠會在這邊呢 就是之前明治維新 他們等於說要振興這邊的經濟啊 所以就在這裡做一個園區 讓大家可以在這裡集中生產大量的絲綢以後就可以出產 然後這裡會集中有一些水啊跟碳可以讓他們製造絲綢這樣 這邊也是由語音導覽 你輸入你那個二維碼 你就可以聽到語音的講解 而且是免費喔 有中文 因為古代還沒有電燈 所以它這個環境裡面就建造了很多窗戶 所以讓你通通可以透光進來 然後保持室內的亮度 製絲有困難的感覺嗎 我覺得我的手不是我的手 做完這個感想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手左右手要錯開 你有玩過這個遊戲嗎 就是這樣 就是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因為它們兩個速度要不一樣 做的東西 我們現在要繼續進行我們的行程啦 這次就往前看 這地方它叫Seek Reeling Plant 也就是抽絲剝繭 就先把絲抽出來的 通常它還是個國寶喔 我們要準備離開這邊 然後前往下一站 那前往下一站之前要去怎麼樣 要去怎麼樣 我們現在下車來到了 就是位於群馬的真名神社 那現在已經大概五點半了 五點半了 不知道遠區有沒有開 真名神社位於群馬縣高騎市的真名山上 據說已經有1400年的歷史 神社跟自然完美的結合 也是鮑勃最喜歡的神社之一喔 我們剛剛這樣子從鳥居走進來 大概走多久了 10分鐘嗎 10分鐘左右 所以我們應該已經快到了 所以我們應該已經快到了 感覺怎樣這個護影神社 不是護影神社 神明神社 NG NG 對不對 就很棒 很多樓梯 然後要早點來才不會太暗 然後就覺得好像有點空 我總覺得它全部都在抱怨 我們才進來20分鐘 就已經完全逛完這個神社了 就是非常的快 對 可以建議大家就是稍微晚點之後來 基本上沒有人 然後可以好好的拍個照 欣賞一下這邊的風景 好 要回車上 拿車囉 笑一下 我不會撿這一盆 嘿啦 小淘氣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 真明山的這個真明湖 這邊已經有點... 天色以暗 我們現在深空聽同志畢的歌 然後就是極速黃標 Early 好 野蠻不讓人標著 喔 太厲害了 真的 哇 對 畫一個另外一種樂趣 菜師 哇 哇 哇這聲音很快樂 這聲音超好的耶 哇要等耶 所以我們現在打算在車子上等 因為要等了四十五分鐘 然後外面太冷了 所以我們打算坐在車子 這是一家怎麼樣的店啊 這家是一家燒肉店 然後也是可以用這個點菜 對對對 其實他聽說是就是當地人最愛的店 對啊然後他這一區有四家分店 然後都是GIMOSO 都是當地人在吃的 這家店讓我們覺得大加分 你放在哪裡 就是它是店內禁煙 因為通常很多燒肉店 它都會是可以抽煙 所以我就覺得這很推 開掌 鼓掌 鼓掌 太驚人了 讚讚讚 哇這個顏色這個色澤真的太誇張了 哇這個有點實驕但是 差一點點加 哇這個軟嫩是種好吃 算高CP 來喔 是要連這個白色的飯都吃嗎 可能夾一小塊這樣 我已經聞到味道我覺得有一點害怕啊 加油 剛才很好吃耶 對 不錯耶 不錯不錯 現在爆料大家啦 幫大家啦 直鍋拌飯 分10分這家給幾分 8點8點8 YES 太棒啦 這次太滿足的行程了 吃得超飽 現在回東京去喔 好好吃喔 YEAH 厲害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 拜拜 拜拜 很開心 拜拜 拜拜 耶 拜拜 拜拜 他離開了 拜拜 拜拜 晚安 小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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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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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感謝各位收看這次沒有緣的東橋Vlog 那希望我們今天的行程可以幫到各位來去馬線玩喔 我是寶寶 大家再見 拜拜